国防部公布今天上午七点起 陆续真获二十六架次共击 配合共建执行联合战备警循 在台海助兵活动 适逢国防部长顾立雄与参谋总长梅家树 一起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汉光演习的规划 也引起了关注 这也是时隔二十多年 再由参谋总长到立法院备巡 梅家树身穿一身戏装 表示希望自己的出席 能够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 以及支持国局 国防部公布二十六号上午七点起 陆续真获二十六架次共击 配合共建执行联合战备警循 在台海周边活动 适逢国防部长顾立雄与参谋总长梅家树 一起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汉光演习规划 引起关注 这也是时隔二十多年 再由参谋总长到立院备巡 成为史上第三人 总长的出席能够让社会大众 甚至媒体朋友更了解我们国君 更支持国君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 今年五天四夜的汉光四十号演习 将有多项重大变革 以时宾实施第三大要求 全面取消展示性科目 透过连续性的状况诱导 无剧本设定 渴望成为历年来最接近实战的一次 梅家树指出此次汉光的训练目标 主要是让联兵旅等战术层级 熟悉本岛作战环境及作战计划 这些的联兵旅单位 依照我们所给予的想定 还有灵机的状况 他要经过判断之后去行动 还是会有一个中心化的指挥 这个不便 但是会有去中心化的行动 ROE接战规则 就要很普遍的下放到 甚至到单兵 告诉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就可以采行行动 你就可以使用武器装备 梅家树强调 去中心化的指挥管制 是此次汉光演练关键 分为五大面向 各级指挥官清除任务 得到充分授权 清除责任区及招战规则 以及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甚至会验证到每个单兵手上 都有结战规则 让基层部队可以独立结战 据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揭露 陆军蓝阳地区指挥部 被不效厂商 违约装上中国制太阳能逆变器 顾利雄回应 有问题的逆变器 共44个是德国品牌 但在中国制造 已要求厂商一个月内更换 也会请军备局全面清查 谢谢文台报道